记者黄旭磊高中报道,于光中逝世前两个月于河堤社区家中为纪录片朗读暮色指来,苍茫时刻二诗成为生平公开身影的最后绝项。 中山大学图书馆今天15日于于光中特强市播映40分钟于光中书写香港纪录片片尾画面带向海面晚霞于老环环念出诗句,似乎预告人近黄昏后世。 中山大学图书资讯处组长王灵愿说,作品是今年9至10月到老师家中录制,为生前最后二手朗读作品,老师自认入香港期间为创作黄金时期,在当地留下125首诗作及散文。 王灵愿回忆,老师就像爸爸一样,是温雅的长者,很少人知道他生前喜欢赛车,几次打老师便车,遇红灯喊出哦,红灯了紧速刹车,即便喜欢速度快感,仍是重规重矩的人。 王灵愿说,民国97年起仇设特强势,老师对每个细节提出看法,年近80岁人亲自提自己的头,爬楼梯到三楼,因头像材料非常重。 老师气喘吁吁的说,就放这吧,请紧历历在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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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